今天如果保暖或是防寒不够的话呢 身体就很容易出现由受寒所引发的不舒服或是疾病 另外呢 某些身体部位呢 更是一些重要的穴位或是筋脉的所在之处 所以应该要重点保暖 身体哪些部位是要重点保暖 除了多天衣物又有什么保暖方法呢 根据中医师的讲法 冬天的主气微寒 五大部位切记受寒 一 颈部 前景有影响呼吸道支气管功能的天突血 如果受寒可以导致气管问题 包括哮喘 气管敏感等等 至于后颈则是大椎穴所在位置 是阳气汇聚的地方 受寒会影响到身体气血的循环 出现头痛 肩颈麻痹等情况 二 膝盖 膝盖是人体下肢重要的关节 也是众多经络行径之处 包括三条阴颈 三条阳颈 即肝 脾 肾 胃 胆 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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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旦受寒 气血不畅 胖 容易引起膝盖 下肢疼痛 行走不利 特别是对于女性 有可能加重生理痛 三 小腹 小腹之下就是肠道 受寒较容易出现肠胃不适 像是肚蟹 肚痛等等 另外 女性的子宫 乱巢 盆腔等 都在小腹附近 寒血会影响这些部位的气血循环 出现阳气不足 甚至寒宁导致的血淤 引起惊痛 月经失调 难以受孕等复合问题 四 头部 中医角度看 头部位于身体的最高位 是手 足 六条阳镜的经过之处 被中医称为猪阳之会 是身体阳气最深的部位 如果头部受寒入风 不但会引起头痛 头晕 更可能损耗身体的阳气 五 足部 脚距离心脏较远 血液供应到该处也较慢 如果本身的阳气不足 血气虚弱 感受到寒血 会令足部的保暖能力较差 导致下肢冰冷并且引起各种不适 临床上观察最常见的情况 就是因为脚冷而无法安眠 精神状况欠佳等等 秋冬想要避免受汗 除了头颈保暖之外 足部一冰凉 可尝试穿袜入睡 睡前浸泡双脚 并且可以按压脚底的 涌泉血 改善气血的循环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